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約更頻道。 和大家看單案件,這單案件厲害了, 就講講上海一個名媛撤局騙錢, 結果竟然令到自己虧了一千萬, 都可以講得上是一個最失敗的騙局。 這個名媛在上海本來身家已經過千萬, 那些名牌手袋擺滿在牆上, 亦都是很多房產在手, 可以講得上是人人羨慕。 而他就因為一場騙局令到自己傾家蕩產, 而他自己更加是這場騙局的設計人, 即是瘋起來是自己騙埋自己,是吧? 而這個案件的主角就叫李欣, 上海出生生得幾靚的, 經常在社交平台上鋪一些自拍的影片, 而且影片下是很多人稱讚他, 而除了樣子漂亮之外,家境也很好。 雖然他父母早年離婚, 掛媽一個人養大李欣, 但李欣掛媽踩中了房地產的風口, 憑著投資房地產, 是賺了好多錢出來的。 而對於這個獨生女, 掛媽好疼她, 不單止沒有限制過她花錢, 更加是經常買一些奢侈品給她, 是貫徹了富養女的思想精神。 而根據李欣自己講, 她人生第一款Chanel的香水, 就是她媽媽在20歲生日時送給她。 而李欣身邊的閨密也講道, 李欣的媽媽已經為她儲了可以一輩衣食無憂的家底。 而平時李欣所住的房子, 就是上海市中心, 價值過千萬, 而她名下有兩套高級公寓, 平時用來收租, 即是說就算她不去上班, 亦都不會餓死, 是屬於真正的名媛。 雖然家庭條件好優越, 但她不想做一個堂贏的鹹魚。 而她生活積極, 亦都有自律更生。 她事業方面都成功的, 有兩間美甲店, 生活方面講得上井井有條, 每日早上送個小朋友去學校, 之後就去美甲店工作。 美甲店生意唔多的時候, 就找朋友吃下午茶, 去到房學的時候, 就去接個小朋友放學。 講到小朋友, 可能大家都以為李欣已經結了婚, 她的確是結了婚。 不過她遇人不熟, 最終家庭破裂, 一個人養小朋友, 是一個單親媽媽, 而失敗的婚姻, 就無令到她失去信心。 後來又有一個長期交往的男朋友, 兩個人, 關係好好。 不過根據李欣身邊的閨密所講, 李欣的男朋友給人的感覺就不太靠譜。 兩個人一齊五年, 平時吃的穿的用的全部都是李欣去資助, 信用卡的錢都要靠她還, 感覺好像吃軟飯一樣。 這些是外形的看法啦, 但李欣對這個男朋友好滿意, 她覺得錢和真心比起上來就不算得些什麼, 而用錢去衡量感情就不能夠叫感情啦, 所以就無在錢上面根根計較。 去到2018年10月到2019年3月期間, 李欣她的事業更上一層樓, 而她開始洗錢洗得更加厲害, 她以前可以講得上花錢如流水, 她現在直接開了個水壩的水閘花錢, 她是故意做了一個透明櫃, 裏面是擺滿了Hermes的手袋, 什麼鱷魚皮呀喜馬拉雅總之什麼都有啦, 擺滿了整個牆。 Hermes本身已經屬於一個頂尖的奢侈品啦, 而喜馬拉雅款也是最貴的一派, 入門級都要80萬一個啦, 是超級VIP才有資格買的。 而去她家玩的鱷魚皮, 看到這些鱷魚皮都很羨慕。 而李欣這段時間不單只買了大量奢侈品, 而且還不停聘請客, 經常抱夜店、酒吧, 講得上夜夜生歌。 去到2019年8月, 李欣這個鱷魚皮的人生突然之間崩塌, 當時陸陸續續有人去到上海市寶山區的公安分局報案。 這些報案的人就是她個圈的好閨密, 他們就說李欣曾經跟他們說借錢投資, 但就沒有在規定的時間裏面還錢。 李欣的閨密講道, 這件事的起因, 就是2018年3月當時幾個人在喝下午茶。 聊天的時候, 李欣就跟大家講起投資的話題。 李欣就說自己最近找到一些賺錢的投資項目, 譬如房地產、資助金周轉、公司過橋等等。 這些投資穩賺不賠, 每個月都會有一定比例的利息。 這些閨密一聽到不勞而獲的賺錢方式, 當然有興趣啦。 於是乎就問起具體點投資呀。 李欣表示她自己的投資靠關係的, 一般人無機會投的。 而且每次投資有限額, 每次自己的額度都是有限的。 如果想投,自己就可以讓出一部份。 大家投點零頭啦, 賺下零用錢, 利息十幾厘左右。 那這班閨密見到投的錢不多, 大家關係有這麼好。 所以就沒考慮太多, 答應了啦。 過了沒多久啦, 李欣主動將本金利息還了回去。 這個動作是非常之友好感度的。 因為又講義氣又有誠信, 在這個社會上好難得呀。 就是這樣做了幾次之後, 大家就相信了李欣啦。 而李欣這個時候, 就帶來了一個更加賺錢的投資項目。 頭50萬有20%利息, 頭100萬有40%的利息。 嘩,現在這麼高息呀, 整班閨密開心死啦。 不過閨密都是受過教育的, 就不是純種韭菜, 什麼生意可以這麼賺錢呀? 但李欣的回答非常之靠譜。 他說到他投資的第一個項目, 是寵物酒店公寓。 第二個項目, 就是溫州那邊的一個小工程, 主要就是為開發商填補資金鏈。 而李欣的回答講得上滴水不流呀。 再加上之前幾次投資, 都是如期對付, 所以他們覺得李欣這個人, 勞數多, 關係夠, 有本事, 又靠譜, 別想太多, 直接打錢呀。 而李欣作為一個名媛, 身邊的朋友當然都有錢呀。 所以每筆投資都是50萬, 80萬, 甚至100萬呀。 去到後來, 李欣的閨密又將其他朋友拉過來, 整班朋友去到李欣家, 看到他那麼多袋呀, 自然都不覺得李欣是一個詐騙啦, 因為只是這袋都值不少錢呀。 所以亦都無想太多, 直接打錢呀。 而根據李欣身邊的朋友表示, 當時李欣根本就不把錢當做錢, 生活極度奢華。 去香港奢侈品店買東西, 動點就消費過百萬呀。 這麼張揚的懸富, 這麼強的經濟實力, 李欣在朋友圈裏面可以講得想霸佔撕毀, 同時亦都成為令人羨慕的對象呀。 由於李欣帶著大家發財自負, 身邊巴結他的人越來越多呀。 在這種這麼狂熱的氣氛之下, 幾乎不會有人考慮, 這麼高額的回報邊到來, 但去到2019年, 李欣的閨密, 察覺到他的資金鏈可能出現問題呀。 因為匯款變慢, 每次要利息的時候, 他會以繼續投資做理由, 就少結了一部份呀。 譬如今日要結200萬利息, 李欣就會說自己身邊又有一個人要用錢, 大約180萬左右, 所以給20萬先, 剩下的錢, 投去第二度。 由於他的閨密都不缺錢, 再加上相信他啦, 所以就沒有過多催促, 但是和李欣不太熟的債主就沒有那麼客氣啦, 不停吹他甚至乎鬧他, 為了令到大家安心。 李欣還錄了影片, 去證明自己實力呀。 影片裏面有房產證, 土地證, 英鎊, 交易流水, 黃金, 個目的就是告訴大家, 我有錢, 就算你們虧了, 我賣少少資產, 都夠甜淡, 你們放心啦。 當然, 投資到李欣道的人都不是傻的, 因為拿到幾十萬投資的, 就不是純種韭菜啦, 每一個參與李欣投資的人 一早就在心裏做了風險評估, 李欣那麼多房產, 再加上整個場的手袋至少幾千萬, 這樣的家底, 就算投資虧了錢, 卻絕對有能力賠到出來, 但是大家沒想到, 現實又跟他們上了一課啦, 雖然你不是純種韭菜, 但是你都是韭菜呀。 去到2019年8月, 陸陸陸陸陸陸有人去到派出所報案, 警方就叫李欣上來了, 而今次的傳換, 李欣的名媛形象徹底崩塌。 而警方根據統計調查去到2019年12月, 在不計算李欣所承諾的超高利息的前提之下, 他還欠有外債五百幾萬, 這個結果令到好朋友好意外呀, 因為根據他們的估算, 李欣的固定資產怎麼都有幾千萬啦, 再加上一場手袋, 幾百萬五百萬怎麼還不到呀, 是不是有什麼隱情呀。 原來警方根據調查發現, 李欣原來已經是一元都沒有啦, 警方發現, 李欣戶口上面的錢, 沒有一筆是投資出去的, 全部都是用來日常消費, 還有部分就是還本金利息, 所以李欣的行為已經相當於是龐氏編局啦, 用新投資人的錢, 去還老投資人的本金和利息, 這一個這樣的資金你肯定會斷的, 由於承諾的利息太高, 導致資金你不夠呀, 去到後來, 李欣的家屬亦都給了一千七百萬出來, 但這些錢就被他用來支付和償還本息, 他就好聰明啦, 通過詐騙, 騙到自己, 傾家蕩產, 這個這樣的操作令到人好難理解呀, 以他家境來講, 不用詐騙都可以不愁食穿啦, 為何要搬塊石, 丟自己的腳呀, 有些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呀? 而這單騙局是怎樣出來呢? 在看守座李欣就哭到一面眼淚的講啦, 他當時已經是被人剪掉頭髮, 剪短了的啦, 風乾不再呀, 他說自己之所以會來到這樣的田地呀, 不怪得人家呀, 要怪怪自己。 他當初開口同朋友借錢, 只是為了填補一筆規空周轉一下, 當時他因為信了人家的傳言, 就說整形醫院需要借款和會給利息, 於是乎他借出了幾筆啦, 那這些錢借出去之後收不回啦。 結果李欣的經濟狀況開始出問題啦, 那李欣好硬頸呀, 沒張件事, 告訴家人和朋友知, 他覺得成年人就要靠自己, 於是乎用投資的藉口, 和朋友東借西借, 那些朋友好慷慨呀, 令到李欣好開心, 但是他將欠款還清的時候就發現啦, 嘩, 這樣賺錢的方式, 集資太容易啦, 好過做美甲店好多呀。 但這一個其實是龐氏騙局來的, 又危險, 又充滿誘惑, 由於父母離異, 再加上自己, 婚姻失敗啦, 李欣的內心啦, 始終是有一個巨大的情感缺失, 有錢之後呀, 好似眾星捧月那樣追著他呀, 和洗錢如流水的名門生活, 等於下一個甜蜜的陷阱呀。 好快啦, 李欣習慣了這種洗錢方式, 再用各種投資理由去騙錢呀, 那在之後一段時間, 一邊給著高額利息, 一邊買著奢侈品, 但後來李欣知今年越來越緊張, 為了對付高額的利息, 他開始自己貼錢啦, 去到後來呀, 他最引以為豪的袋全部賣光, 根據統計, 這批奢侈品的原價是六百幾萬, 二手賣出去大概賣了四百幾萬, 即是說在奢侈品上面, 他已經蝕了二百萬啦, 而資產證明亦都不是他自己的, 是人地的, 在止盡不出的情況之下, 李欣就因為資金鏈斷裂, 徹底爆雷呀。 雖然李欣講到啦, 他自己有三個閨密, 因為關係好好, 所以就無令到他們虧錢, 自己承諾的高額利息一直都有給, 這兩年到他們手的利息估計有千幾萬, 如果能夠收回一部分的話, 就能夠還清欠款啦, 但這幾個閨密表示, 雖然錢雖然賺到啦, 但自己根本沒有賺到錢呀, 過利息還不到給他呀, 即是說這幾個閨密是選擇見死不救的, 那這個結局都可以講得上幾悲慘呀, 原來所有的東西都是用金錢維繫的, 而這單案件在當年是幾轟動的, 因為本來一個有錢的名換, 竟然是詐騙, 自己騙自己, 搞到自己什麼都沒有, 開頭呢, 我亦都以為男朋友啦, 會是幕後黑手, 怎知呢, 原來只是一個老人甲來的, 即是剛好提到, 完全不關男朋友的事呀, 而這一類這樣的旁視編局呀, 其實不知大陸呀, 港澳也有很多的, 不過有不少人啦, 被人騙完之後未必會報警咯, 今集呢, 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 下面留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